唐司令 我给你跪下了 请你不要后撤 请你不要抛弃川军啊 曾经冯天葵的死对头贺伯光 如今在抗日战争中 真正认识到了冯天葵的品质 为了川军不再次陷入困境 贺伯光竟当众下跪 祈求汤恩伯不要撤兵 汤恩伯的汤军团在锦宁扇线 与韩复举的部队换防 这样一来直接阻断了 日军板原师团和击鼓师团的会合 于是板原想到采用 心口战役同样的方法 用一支骑兵从运城巨野直插合则 断了汤恩伯的后路 于是日军第九旅军团加藤支队 仅仅三千人的连队奔袭合则 冯天葵自然看得出板原的伎俩 就是一个字 下向无战而屈人之兵 在冯天葵对于汤恩伯的认识中 他觉得汤恩伯不会就此撤兵 还有一方面原因 徐州台尔庄战役是由老蒋亲自布置的 并且还有李宗仁白重洗共同筹划 汤军团与川军共守徐州大门 他猜测汤恩伯不敢冒那么大风险 但他这次真的是高看汤跑跑了 汤恩伯得知日军开始攻打何则 自己本作为主战场侧义的 现在要被当成主力攻打 免不了自己的军团受损 心中早就有了想要撤退的念头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汤恩伯装模作样地找来两个军师 表面上商议如何作战 实际上这两个军师早也看出汤恩伯的心思 于是故意劝说汤恩伯撤兵 还故意夸大日军的战斗力 列举了三大不撤兵的弊端 那要是我现在撤了 川军不就成了孤军了吗 司令不愿他们是孤军 那您自己可就是孤军了 一对卧龙凤厨还给汤恩伯出主意 让汤恩伯故意夸大军情 安排在合则前面的陈吉打一次假仗 他故意让自己的一万多人的机动师 在陈吉用野战炮猛轰三千多人的家同部队 版源也看出汤恩伯的意图 于是他加紧部队向锦银进发 冯天奎得知汤恩伯的野战炮团 在陈吉大战 立刻也猜到了汤恩伯要逃跑 正如冯天奎所料的那样 他随后就收到汤恩伯的电报 声称自己正与日军第九旅团交战 就在这时冯天奎的司令部外面 来了一只零散的川军将士 他们是山西作战的士兵 一路从山西步行到此 本已负伤的他们可以回到四川 但他们执意跟着冯天奎继续作战 坚守自己出川时的誓言 这实在是与汤恩伯形成鲜明对比 身受重伤痊愈的川军战士们 徒步上千里也想要重返战场 而兵马强劲的部队却想要不战而逃 至今人们还口口相传这一句话 都知无川不成军 时事九户无二郎 冯天奎看着伤痕累累却壮志满满的士兵 不由的热泪盈眶 此时的锦宁已经失守 贺国光匆忙赶到汤恩伯司令部的时候 整个司令部已经是一片狼藉 所有人都在收拾东西准备撤退了 敌人攻陷几年 这说明你的主力根本就没有动 你我都是带兵的人啊 你这是在故弄玄虚 你的目的就是要逃跑 你跑了日军的两大师团对付川军的一个师 你这不是陷他们于死地吗 贺国光面对如此懦弱的汤跑跑 气不打一处来 贺国光不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他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举动 贺国光当众给汤跑跑跪了下来 祈求他不要抛弃川军 汤司令我给你跪下了 请你不要后撤 请你不要抛弃川军啊 可这是老蒋又传来电报 他同意了汤跑跑撤退的请求 贺国光看到老蒋的选择心如死灰 这一下川军又一次被中央军抛弃 贺国光也因此一夜白头 也许这是他的信念也在一步步崩塌吧 川军自从抗战以来 我们的鲜血撒在了山西 撒在了江南 那今天呢 就让我们再把自己的鲜血 撒在这块骑虑大地上了 冯天葵的一生经历了无数次磨难 一次次又从死亡陷阱中爬出 但这次不同 这一次是为了国家和民族 这一次他退无可退 老蒋为了保留中央军的实力 同意了汤恩伯的撤退 李宗仁得知汤恩伯的行为 也仅仅是训斥了他 但是不仅没有增派援兵给冯天葵 还要求冯天葵坚守阵地 为徐州会战的准备拖延时间 冯天葵一个是一万多人 可是却要抵挡日军最精锐的五万多人 这一战冯天葵很清楚是一场恶战 贺国光也清楚 他曾经处处为难川军 可为了保住川军也低声下气求情 川军自出川抗战以来 在中国各地都留下了劣势阴魂 他也没有办法为川军博得一线生机 只给冯天葵发了一封电报 仅仅四个字祝你好运 击鼓也给冯天葵发去劝降电报 冯天葵只看了一眼 便将之前击鼓给他下跪的照片发了回去 并且附上归儿子三个字 击鼓收到后恼羞成怒 决定立刻向冯天葵发起进攻 面对必死的处境 冯天葵在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上 也明确地向所有川军军官们说明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里坚守制守欺贴 为贪而庄大战赢得时间 可敌我力量的悬殊你们大家都是知道的 所以这条路是一条死路 我们面对的日军 号称精锐中的精锐 要想阻挡他欺贴 那就需要我们有非凡的勇气 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你们都是跟着我冯天葵出生入死出来的 我不想阻拦你们 如果你们有谁不想参战 你们现在就可以走 我冯天葵绝不会责怪你 在座的所有川军现在都知道 他们接下来的作战将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 但所有将士都记得 日扣不出绝不回川 所有人都昂首挺胸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没有犹豫眼神中充满了坚定 冯天葵看着他们心中感谢 悲壮的泪水也尽湿了眼眶 我的好兄弟们 我谢谢你们 我相信远在四川的父老乡亲们 也在感谢你们 冯天葵之身站在城楼上 看着远处将士们积极地修筑防御攻势 他们都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什么 但依旧没有一个人选择退缩 炸完金浦县的击鼓看到了城楼上的冯天葵 想要直接扔炸弹直接将它解决 但冯天葵站在城墙上淡定地看着 没有露出一丝恐惧 金浦县被炸毁 这就导致徐州的补给再没法跟上 冯天葵的部队本来装备就差 这样一来更是雪上加霜 好在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 为冯天葵调来了一个施阵守平衣 这样一来 冯天葵腾县的侧翼压力就会减弱 他的一二三旅就可以调回来增援 冯天葵安排好作战准备 同时吩咐罗嘉烈 大战在即 所有将士都异常地平静 郑冲在一旁吹起了口琴 琴声中充满思念 众将士轻声跟着音乐开始合唱 这是四川的一首民谣 初川抗日走了大半个中国 就连今晚的月亮都异常地圆 这更让离乡的将士们 升起思乡之情 冯天葵静静地看着他们 也没有出声制止 明天他们当中有些人 或许就不在乎 要着他们去吧 每逢月圆被私侵 他们也是人 我们不要打扰他们了 回去吧 川军最为壮烈的腾县保卫站 拉开帷幕 一大早将士们还在检查防御攻势 日军的战斗机就已经扔下炮弹 在冯天葵的阵地上来回轰炸 日军轮番轰炸攻击 使得川军死伤惨重 尽管如此川军也打退了日军的两次进攻 根本没有攻下腾县防线的第一层 但是川军人数不占优势 长久打消耗战无疑吃亏 于是冯天葵打算把队伍撤回不远处的戒合 当日军渡河过半的时候进行攻击 这样一来河中的日军就成了火靶子 但是这时又传来新的战况 龙海铁路被敌机炸毁 河南境内又遭遇了大雨 台儿装战役中部队调动很困难 李宗仁再一次要求冯天葵坚守藤县 把握住徐州的大门争取更多时间 同时他又强令汤恩伯调来一个师 冯天葵听到汤跑跑更头大了 听到是他来增援 冯天葵只当没有增援 击鼓也被冯天葵惹怒了 他不管不顾一定要在天黑前渡过戒合 但正如冯天葵计划的那样 日军在戒合中间根本过不去 川军成功地守住了藤县 坚持过了第一天 今天为了抵御之口疯狂地进攻 千多个弟兄倒下去了 但是他们没有后退一步 他们的血不会白流 今天还会有一场更大的恶战 日军的飞机大炮在川军钢铁一致面前 没有了一丝一毫的作用 击鼓为了攻下川军防线 他在第二天的抗战中 再一次启用了毒气弹 川军们毫无防备 导致绝大多数将士丧命倒下 日军趁乱发起了进攻 罗夏的戒合阵地 一二六旅受到敌人攻击 范旅长身受重伤 无法指挥作战 罗加烈听到这个消息 立刻自告奋勇 奔去了最危险的前线 罗加烈立刻加入战斗 整个一二六旅奋力阻挡 日军也紧紧度过戒合一部分 他们又增加了一千作战人数 整个一二六旅也剩下不足两千人 看着在眼前倒下的战士 罗加烈悲愤交加 亲自端起机枪爬上战壕 奋力反抗 日军的攻击越来越猛 还不断地用飞机往下扔炸弹 罗加烈直接用机枪对着敌机扫射 但经过一天的战斗 一二六旅仅仅剩下不足数十人 罗加烈看着堆积成山的战友尸海 艰难地将战器竖起 可就在这时日军又投下一枚炸弹 罗加烈便这样直挺挺地倒下了 他倒下了 但川军的战期笔直地立在战场 罗加烈的牺牲 使得全体川军将士激起复仇之心 川军士气空前高涨 连续两天都没有渡过戒合 机枯恼羞成怒问候了祖宗 机枯板员二人都见识了冯天奎的厉害 才明白仅仅靠一个军团是攻不下的 于是二人打算联手 板员提议他的军队从锦宁进攻 朝着凌晨侧击 正是汤恩伯所守的阵地 这样一来他就断了冯天奎的退路 他要与机枯来一个两面夹击 此时李宗仁也很理解冯天奎的处境 他任命冯天奎为战前总指挥 如果有违背军令的冯天奎有权军阀处置 负责北沙河的一二三旅已经弹尽两绝 弟兄们 虽然我们的子弹打光了 我们就是用刀 用牙 也要守住的地 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 也绝不好去半步 因为我们是川军 川军没有怕死的 面对越来越近的日军 川军战士们抄起了手边的大刀 没有刀就直接与日军身体对抗 北沙河战况惨烈 而板原师团此时也开始进攻凌晨 汤军团的王吉安直接不战而逃 还信誓旦旦来到了冯天奎的司令部 我就是知会你 我们现在已经从凌晨 向鲁西南方向攻击前进 我给敌人留了一个空场 王吉安 知不知罪